最近有很多人用氣炸鍋煮食 但清潔時,不只是拆鍋洗就可以了 其實上面的加熱位都一定要徹底清潔 否則油漬就會藏在裡面 影響食物的味道和健康 讓我看它更深入 其實清潔鍋時也有少少地方要注意 第一就是等它冷卻後才清潔 否則有機會適應不到溫差會有龜裂的情況出現 第二就是用海綿清潔時 最好用軟的那邊去清潔 不要用一些鋼紗或硬質的毛刷 否則會破壞了塗層 第三就是盡量不要用梳打粉或醋去清潔鍋 因為可能有機會會影響它們的塗層